环节6点03分回到新闻现场来看高雄市 这位民众他投诉 两年前买了一个双门跑车 还算是新车 那么上个月呢 31号才进了保养场 不过这个月呢 他要发动的时候 就发现后方的电瓶突然爆炸 当时吓得他立刻找技师维修 但车长人员跟他说呢 只能够更换二手电瓶 而且到现在原因也查不出来 让他根本无法心安 一按下去的瞬间 就听到很大声的爆炸声 回想起跑车电瓶爆炸 那张先生还是心有余悸 原本要和太太开心出游 没想到才刚坐上驾驶座 按下车子启动钮 后方就传来一声巨响 吓得他们赶紧逃出车外 那我们两个都完全吓到了 接着就看到车里面的故障灯开始散 还闻到一些硫酸的味道 还有一个烧焦的味道 这台双门跑车 是张先生在2010年12月买的 保固期三年从未改过车 今年11月电瓶爆炸 还在保固期内 但车厂却只愿帮忙更换二手电瓶 还口头保证事后一定没问题 但当时电瓶爆炸破了四五个洞 边缘还裂开 吸硫酸外漏 不但味道刺鼻 还可能腐蚀板筋 车主要求监督维修过程 却被拒绝 突然打来说 张先生我已经帮你把里面的东西打开了 东西拿出来了 而且还很好心的 帮你把你的车厢都洗干净了 高雄市的江先生买车后都有定期进原厂保养 原本上个月26号保养时 机油电片漏油 31号又进厂更换 既是说全车检测没问题 但没想到11月4号发动车子时 电瓶竟然爆炸 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该检测到的 他们没检测到 否则不可能是说 我们回去他们都觉得没问题 到最后电瓶却爆炸了 三年都没有换 那可能它的电瓶 它里面的电瓶的意念 已经到很低的这个状况 那是不是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火花引起的电瓶爆炸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了解 如果电池过于老旧 车主质疑怎么会在保养时 没发现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车厂过了将近两个礼拜 还没能给个交代 让消费者难以接受 这位新闻记经常百问品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